都市养蜂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收蜂蜜 在都市里面没有办法养太多香的蜜蜂 所以没有办法也没有机会用摇蜜机的方式来取蜂蜜 因为用摇蜜机的方式来取蜂蜜 会有太多的蜜会粘附在摇蜜桶子上 所以我们用汤匙的方式来刮蜜 这个是浅机箱的封盖蜜 封盖蜜也有人把它称作熟成蜜 用浅机箱收取的蜂蜜没有掺杂花粉和虫卵 所以蜂蜜看起来会非常澄清透明 非常的干净 野蜂的封盖蜜含水量大约在20%附近 我们收取下来的蜂蜜经过过滤之后 就可以直接放到冰箱里面进行保存 我们准备一个锅子 放上120目的尼龙滤网 尼龙滤网上面我们再放两层80目和60目的不锈钢滤网 这样子三层过滤的方式就可以把蜂蜜过滤得非常完整干净 用汤匙刮蜂蜜的时候 由上往下轻轻地刮 如果太用力会把草杵刮破 所以要小心一点 刮下来的蜂蜡含有很多的蜂蜜 这时候可以喂养蜜蜂 过滤后的蜂蜜直接装平 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做保存 我们今天刮了两筐的蜂蜜 收获量大概是一公斤左右 这已经足够我们三个月的享用了 很开心吧 这个片段就是我们刮蜜的过程 给各位做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今天刮到的蜂蜜 和含水量